这个俄乌战呢 大家就认为 这个美国的多少目的达到了 运用这场战争 拖住了这个俄罗斯的崛起 那以巴这场战争呢 倒是好像美国始料未及的 你觉得到此刻为止 你怎么看 你觉得会不会 拖住了美国呢 会 而且已经拖了 而且这场战争看起来 以色列非打不可 它现在慢慢晚上进去了 它白天它不进去 晚上借着夜幕低垂 它的坦克车人员都进入到巴加萨 已经连续好几天了 那另外就是说 对加萨的这个狂轰乱炸 事实上是有争无减 那国际社会一直呼吁停火 人道停火 这些救援物资 人道救援物资进入 然后呢停止对这个加萨地区 平民的这种 无差别的轰击 那以色列是自若网闻 而且听说又在发传单 阿拉伯文的传单 空降传单 叫这些剩下来的 有人说大概还有 大概20万左右的平民 赶快离开 赶快离开 所以呢现在这件事情 看起来以色列绝对是铁了心了 只有一步会拖进去 对就是说这个以色列 是美国的这个核心利益 重中之重 我们在上一集当中 深入探讨了这个 以色列这个角色 那杰老师把这个所有的完整 包括历史背景 都跟大家说明的很清楚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俄乌战 跟这个以巴战呢 其实有相同跟不同的 那相同的两场 感觉上都是代理人战争 对不对 那但是不同的就是说呢 党次差很多啊 这个乌克兰的党次 恐怕跟以色列是没有办法比较的 是而且乌克兰的战争 比较不容易外溢出来 那而且乌克兰战争的话 事实上美国要团结的 这个所谓它的盟友 它的盟国 这个战争越打 它中间的凝聚力很难打散 也就是美国跟欧盟之间的 透过这个欧洲国家 透过北约的这个机制 在过去曾经一度 这个机制可能会挠死 或者说已经走不出新路的啊 这个整个机制完全复活 所以这对美国的战略来讲 是非常有利的 非常有利的 因为美国它认为 它这个霸权 有几个重大的同盟 第一个就是跨大西洋同盟 跨大西洋同盟 就是建立在北约这个机制上 那这个机制过去 因为没有战事以后 它就变成什么这样子 就有一点被忽略 美国也忽略 欧洲也忽略 那这种战争一打 让这个跨大西洋 这个军事联盟完全复活 然后呢 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那事实上对美国的战略来 全球战略来讲 真的是非常加分 非常非常有用 对 好那当然了 就是说这个乌克兰 因为它的国力啊 军事实力各方面 没有办法跟以色列相比 那特别是这个以色列 我们看到犹太人 在美国的这个影响力极其巨大 所以呢大家讲 这个美国把这个乌克兰 绑上了战车 但现在是以色列 把美国绑上了战车 完全是有用词 还有很多形容词 说这个以色列 是什么美国的爸爸 以色列是美国的小祖宗 基本上就是这个概念 所以呢 能不能够承受双线开战 当然美国的高官当中 非常多这个犹太人嘛 布林肯是啊 所以这个叶伦也是啊 那第一个首先的 就是财政上的一个支出嘛 那财长叶伦是犹太人 他第一时间就立刻表态 我们能够承受两个战争 可以吗 基本上是不行啊 我觉得他有一点 有一点夸大其词 而且叶伦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前面还有一个前提 他说我们可以承认 他前提是说 美国的财政 跟美国的经济状况都很好 都很好 所以我们可以支撑两场战争 那跟叶伦前一天讲的话 完全不一样 叶伦说美国财政有问题啊 尤其他跟这个美国国会在谈判的时候 希望美国通过这个临时预算 他是讲美国的财政随时会崩溃啊 美国的经济也不好啊 那为什么一遇到以色列要打仗了 美国财政的经济 突然变好了 可见他这个话里面啊 真实的成分是比较少的 我觉得就是为了出钱 美国政府拿钱帮助以色列打仗 他今天就讲了一套说辞 完全是为了这一个目的 量身定做的一个说辞 对白宫要求这个国会 拨给这个1050亿美元的 这个紧急支出预算 那另外我们看到 2023年今年美国的年度赤字 扩大了23% 他的这个赤字总金额1.7兆美元 大概占美国GDP的6.3% 这个占比非常高 也是史上第三高 那他现在这个美联储 不断地加息 所以光是利息支出呢 大概就是6500多亿美元 也占GDP的这个2.5 所以光是付这个利息 就已经很辛苦了 那乌克兰的部分 当然也不可能接下来 是完全一毛不出嘛 对不对啊 那再加上以色列的部分 所以光是打仗 其实就是打军备 打仗其实就是打钱 所以在经济上 我们看到在这个财政上 是相当的这个辛苦 那两个都是大钱坑 而且看起来 这两场仗 恐怕一时半刻都结束不了 对 即使现在这场战争 乌克兰战争 已经不是只有军火了 就是说美国的钱 需要去养乌克兰这个政府 因为军人打仗 说可以靠着自己的爱国心 可是他还是要心想 很多时候你心想不足的话 前线军人就不打了 对他不可能要他饿着柱子打仗 所以现在这些 乌克兰的军人 公务员 整个国家甚至有些预算 都要靠外面来支出 因为这个乌克兰已经被打成一个 国不成国了 经济这个整个的基础 都被俄罗斯的这些 飞弹攻击都把他击毁了 所以不管整个今天 乌克兰这个国家 要能够正常的运行 老百姓还吃得上饭 尤其到了冬天 还有正常的这个供暖 这些整个国家的营运 要靠外力支持 这只是美国人给的 也就是说 他这个1100多亿的资源 有三分之二是给乌克兰 我认为这三分之二 也就600多亿给乌克兰的钱 真正用到战场上的比例 应该是比较低的 其他都是为了维持这支军队 这个政府跟这个国家 基本的运作 基本的运作经费 所以等于说乌克兰就是 我很早就认为乌克兰 已经是西方国家的佣兵了 他的一切给养 一切的这些弹药都靠西方国家 这只是美国给的 事实上欧盟也有 像德国就 德国就已经好几次表示说 其实我们给的不少 也就是他不太敢放到台面上 美国这个国家 从过去打两一战争开始 美国出的军费 有的时候两一战争 上一次打伊拉克的时候 出战争经费最多 有人说是日本人出的最多 因为他要他这些盟国统统出钱 所以这次俄乌战争事实上 要养住乌克兰这个国家 让他继续有战斗力 或者这个国家还能够运作 不是只有军飞 还有他的给养 那美国这一部分是 就已经够大了 还有欧盟 还有韩国 还有日本 统统要出钱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